比無套 踏不低貌 天啊 不不掃描 大家好 我是終極小特派員 小間諜那個誰 今天 趁大家都不在的時候 我要帶大家參觀一下我們的班 來看看每個人的位置上面 到底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呢 跟著我 好 你現在看到這一堆東西 這不是資源回收場 這也不是垃圾場 這是三隻小豬 還有Mr.ABC他們的座位 再來這邊是金寶山 還有景博鑽跟李萊老師的位置 你們知道為什麼 金寶山就是萬年強溝槽 居然能當他們的老大嗎 其實 他們每天來上課的時候 都要先滑一把翔 最贏的人就可以當這天的老大 所以金寶山他不是仗著自己 什麼資歷比較深 或者是什麼戰力指數比較高 沒有 他就是玩骰子 贏的 而且他都跟你們說 他都做了畢 好 這邊就是班上吉祥物球的位置 你看 他其實很認真 每天上課都在畫畫 這樣算認真嗎 好 也算是認真 就把班上一些人的樣子啊 一些東西記錄下來 他這個 可能是在畫 李萊亂的頭髮之類的 好 接下來 介紹到我的好兄弟 花靈門的座位 你看 這個就是他 每天都要喝個下午茶劇組 然後他的點不小啊 也非常的認真 每天都會依據不同的天氣 以及依據他叫少爺不同的心情 來為他炮製不同溫度 不同風味的花茶 來 節目小 聽說你啦 欸 現在沒有茶點喔 那還沒蓋啊 這樣就不能偷吃 真可惜 好 這邊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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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幫我做啦 這是中級班老大 KING的位置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知道 我們的KING是一個 非常多菜多餘的音樂材料 他隨時隨地都帶著情谷在研究 思考著如何讓自己的情意 更加精進 還有 這邊有個世界領取的情谷 我來看一下 一個人想著一個人 前面的一個人 我想應該就是我們的KING沒錯 那後面的那一個人呢 早上告訴你 可能是我 好 還有什麼地方 北鄉郊山人住 對 其中有一個位置呢 一定要特別的提醒大家一下 那就是 你知道平常都是誰坐在這裡嗎 他很安靜 他很沉默 他很神明 他還有點可愛 到底是誰呢 是平原所過的位置 他害羞 好 接下來 就是在班上 與大家交集最少 進教室之後 其實沒講過超過十句話的 鐘萬鈞的位置 我們看到了 桌上 有兩瓶牛奶 這兩瓶牛奶 到底是誰送它呢 而且一個高鐵 對 補充體質會讓你的心情變好 一個高鈣 補充鈣質會讓你的骨頭強壯 那我是誰那麼貼心 而且 小鈴 我有一些小紙條 可是沒有署名 這難道是終極一番 有史以來最大的謎團嗎 可是這樣很奇怪 如果中文君每天早上來 看到自己中文有沒有 他都不會懷疑嗎 還是說 他以為是我的什麼 其實他也滿帥的啦 好 這個就是大家所不知道 終極一番 你們開始 好 好 拜拜 GTV綜合台 每週五晚間九點 終極一番三